如果经典模式会自动回血,游戏会发生什么变化? 这也是很多粉丝相同的疑惑 除了突变团境,其他团境不受伤害过几秒都会自动回血 那么如果经典模式加入这项设定会如何呢? 今天我们就来聊聊这个话题 变化一,没人再剪回血药品 加入自动回血了,还要回血药品有什么用? 有那时间打急救包医疗箱,自动加血早就把血加满了 回血药品就可以彻底删除了 不过能量药品还是有用的 毕竟能加移速还能加信号值 变化二,远战谁也打不死 现在的司机远战对刚是能把人打死的 因为很多时候谁也不服谁,不想浪费时间去加血 可加入自动回血就不同了 你和天两人远程对点着 但因为太远了,命中率很低 半天才能打中一枪 但这个进而时间太长了 一段时间没受伤害,血就加满了 很可能就一直循环 打点血又自动加回来了 远战是谁也打不死谁 变化三,存活人数掉得非常缓慢 现在的司机,前期发生战斗的情况是很多的 存活人数会掉得非常快 可加入自动回血就不一样了 只要不是被一下子秒杀 都可以缩回掩体加满血 之后重新战斗 存活人数掉得会非常缓慢 小伙伴们,你们认为会发生什么呢? 欢迎关注三连哦 我们下期见